殿下,独障得明天正午才能散去,先回去吧 你们都退下吧 此时,搜山的人马全都撤了 可是,他依旧就站在这片山脉的最高峰上,俯瞰群山 出生续日的金芒,照在龙非夜冰冷如霜的脸上 龙非夜稀冷的视线,看着每一片山里,似乎在搜寻着什么 潘芸汐看了一眼天色,唇盼泛起了一抹脚侠的弧度 时机到了,随即将一只紧握在手中的药粉放开 很快,这药粉就延峰向往南边飘去 龙非夜站在高高的山巅上 没多久,他就注意到北边重新汇聚的一片黑影 冷意的唇角勾起一抹完美的弧度 很好,韩芸汐,你果然没有让本王失望 龙非夜二话不说,双手负于身后 足间轻轻一点地便飞落悬崖 朝北方的黑影而去 殿下 追 追 追 谢谢观看